你的葉子挺黏在你的樹上面 小朋友跟著老師動動手做美勞 幼兒園照報人員 耐心教授朋友要聽話 但是有時候需要管教兒童 像這樣要站在旁邊 現在教育局說 如果要罰站不能超過十分鐘 那其實我們的老師已經夠辛苦了 那難道還要每天戴著時鐘 戴著手錶來量 是不是超過十分鐘 是不是要去處罰孩子 純粹是看老師他的經驗 根本不需要去量化 根據教育局公布的教保服務人員 輔導和管教幼兒注意事項 幼兒如果有不當行為 得採取一般管教措施 而所謂一般管教措施 教育部就舉例 讓四歲以上幼兒站立 每次不能超過十分鐘 每日累積不超過二十分鐘 教育部就表示 是參考國中小規定 每次不能超過一堂課 每日累積不超過兩小時 但這些條文 是否讓幼教師成為金工之鳥 而家長又會怎麼下 不太鼓勵就是打他罵他這樣 對 然後罰站他可能就比較可以寂靜 坐在那邊這樣 其實罰站這個效果是不太大 因為他還是不知道原因到底是什麼 他只會覺得他是被冷落的 他沒辦法向家長處理的方式 就是比較符合孩子的個性 就怕一個不小心 老師又跟家長求不容 但管教的規範立規定的處罰點是良善的 只是要怎麼樣取得平衡 也讓教保人員無所適從 八協新聞留言問張凱亦新北昌報導 罰站有時間的限制 但是就緊隔一歲一年 也就是幼兒園跟國小的學生 來看看呢一個只能占十分鐘 一個可以延長到一個小時 那這一切合理嗎 當然很多人說零體罰已經是主流了 但是正向教養到底應該要怎麼做呢 參考了聯合國兒童權力公約 早已經明定禁止體罰 事實上台灣也有幼兒園 十年前就自行實施零體罰的體制 原長呢他就分享成果 他說至今大量的家長都給予正向的反饋 老師說這邊小班小朋友 比較容易搶東西 另一邊大班的通常愛跑來跑去 孩子各階段都會有普遍不適當行為 需要教育 而他們一直都是用愛的教育 其實現在教育部實施新規定 罰站有時間限制 真的是走向優良教養方式 應該這近十年來吧 大家已經就是比較不用提法的方式 家長有說這樣的效果 會啊 他會說那提醒他 他就會就是會說他會記得 已經有近四十年歷史幼兒園 園長分享 近年他們自發性 該採取兩大管教方式 家長確實都有正向反饋 第一招是隔離法 不是把小孩關起來 而是讓教保人員 陪著他們坐下來冷靜 接下來他們會幫助小孩 將後果跟行為連結起來 例如亂跑其實容易跌倒 要透過跟小孩討論的方式 讓他了解 孩子行為就能獲得大幅改善 我的孩子就特別的調皮 那當然那樣的行為 也還是有可能再產生 那就是我們就再一次再提醒 這是有所根據 事實上有越來越多研究顯示 體罰不只無法達到目的 還可能對人格造成反效果 讓孩子長大後提高暴力認同度 聯合國兒童權力公約 也已經明定禁止體罰小孩 而限制孩子使用手機跟電腦 並不算在內 因為體罰定義是 在孩子身體上施加強制力 或要求他們擺出特定動作 讓孩子感到痛苦或身心受侵害 台灣校園正在慢慢跟上國際腳步 家長也能從中學習新觀念 從根本改變社會 八大新聞 林區林博志 創報導